随着潮州、万丹、九炉等乡镇陆续进行自来水系统的推展 株田乡公所有感于近年来的地方的地下水源及水质不如一望 开始重视自来水问题 近日公所将乡内地下水送建 并走访村落为乡亲说明 希望能尽早达成超过六成一元 水在我们株田乡 东边这边有东港溪 西边这边有爱辽溪 中间有龙井溪 以前古时候的时候水都会自己喷出来 这个水质一般来讲都是不错 但是因为最近地方上工业的污染 然后养猪的特别多 水质也慢慢的变了 我们公所有去韩文给自来水公司 自来水公司说要经过乡亲百分之六十的同意 他们才会接管过来 目前屏东县九炉香 他已经在做这个工程 那隔壁的万丹潮州都已经陆续的在跟自来水接洽 然后经过他们调查 都意愿都非常高 那所以呢 竹田公所这边也希望说利用这个调查 年底的调查 然后各位乡亲能够全力的来支援 强调近年来 公所陆续接获乡亲反应 希望能协助解决地方用水问题 其中竹田西市村民就表示曾经处理自己的结石问题 进而发现家中饮用水石灰值超高 因此希望公所能为乡民争取自来水 有发生那个圣结石 后来处理之后就有再注意到水的问题 那水的问题在我大概十年前左右 有特别拿去农业改良厂化验 我田里有四口井 家里一口井 五口井都有拿去做那个化验 化验出来我吓一跳 石灰值超高 其他是没有问题 那因为这个关系 所以有在反映这个问题 如果有当然会比较好 所以一定还是有查到 其实我非常赞成自来水这个区块 因为自来水它最大的一个前提 是可以先把地上的污染物 它先做一个最前面前置的处理 那最前置的处理来讲 它对我们就是这些家家户户的 那个饮用水来说 它安全性就非常的高 虽然竹田有丰沛的地下水 但现在饮用水都必须加装滤水器 或载水来用 自来水的装设将会将水质做净化处理 让乡亲用水更有保障 而近日公所也积极派员说明现况 期盼尽早让自来水系统尽到竹田 比东秀不听相思采访报道